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20日报道 捷克外交部长哈马切克当日宣称 布拉格方面已经做好了从零开始 重新与莫斯科建立关系的准备 坦诚地说 捷克有可能会将所有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布拉格勤勤恳恳地沉迷于破坏俄结双边关系 并且致国家利益于不顾 他指出布拉格采取的破坏性行动越多 莫斯科的回应也就越多 4月15日 拜登签署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令 驱逐了10名俄驻美外交官员 17日 捷克也紧随其后 以俄情报部门参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事件为由 驱逐了18名俄罗斯驻结外交官 俄方对此做出了反击 18日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驱逐20名捷克驻俄外交官 并在一份声明中称 捷克的敌对举动 是其近年来一系列反俄行动的延续 其背后的主子就是美国 而捷克政府努力取悦美国 甚至超越了其大洋比亚的主子 俄方指出 捷克拿7年前的一起爆炸案当作制裁俄罗斯的理由 是十分荒谬的 因为捷克当局早已把此事归咎于当地的一家仓库管理公司 俄罗斯比捷克多驱逐了两名外交官 让捷克方面十分不满 他们认为 这不符合外交对等原则 捷方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捷克 捷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